財政水務局向部長廳出行請辦約沒人是最多 其中房子稅到地價稅人有這個相關的特別稅率 減免申請地價稅主用主替的用地特別稅率 他才規定屬於開金正前40天拿出申請 稅法規定是到9月22日截止 但是因為今年的9月22日 適逢例假日 所以順年一天 也就是說今年的地價稅的一個 自用住宅的用地申請的期限是到9月23日截止 在稅教授門委員層層浮標是說 這個土地費主用跟主用在稅率方面是差了 還沒說說負責主家民眾要把時間拿出申請 自用住宅優惠稅率的一個條件呢 簡單來講有幾項 第一個就是說你土地所有權人呢 還有或是配偶還有實際親屬呢 要在該地呢要有半徑的戶籍的登記 另外呢不能有出租或營業的情勢 還有第三就是說 在該土地上的房屋呢 要屬於土地所有權人本人 或是他的配偶 直系親屬所有 那也有一點限制呢 就是說第一 我們都市土地呢是以300平方公尺為限 那非都市土地呢是以700平方公尺為限 還有就是土地所有權人本人呢 配偶還有未成年的子女呢是以遺處為限 民眾申辦的嫁稅 自用自替用特別稅率可以接觸網路 或是你們整個來做到辦理 在財政局分佈在公司和地情頂頂9點的 服務幾台買檔來修理申請 如果呢 可能沒有空來零貴申請的話 那也可以直接從我們本局的網站呢 下載申請書呢 把申請書填頭之後 郵寄到我們各分局呢來辦理 財政局提7點民眾第幾歲自用自替的特別稅率申請 或是說財政前40天提出的申請 當年都可以享受的優惠 或是超過到9月23號的申請 只可以在美女申請來使用 所以說鄉親就要把最好幾天申請的機會 在美女申請問答應一下到南蔡宏博德